103 乱速排序器 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 要能够让它输入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用scanner的方式 scanner让人家可以直接去key key的时候特别注意 要用Nestline 用读入一行 Nest,我们有Nestin,跟Nest,跟Nestline 这之间的差别,Nestline是读入一行 所以 这边看起来是一行 特别注意,因为它有放行 所以要用Nestline 再来的话,Enter之后呢 就取得,比如说16,它就会 乱数 产生16个乱数 16个乱数之后,最后要做 由小到大排序 还好它不是由大到小 为什么,因为 array sort array sort的方法就是由小到大 不是由大到小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反序输出 反序输出当然也就是由大到小 好,这一题的话呢,该怎么做 好 这个部分很多,是前面用过的 所以呢,我就用程式直接来看 第1个呢 几个重点 第1,要怎么样输入 这个数字个数 我们用什么呢 对边有个print line 直接输出 请输入要产生 数字个数 冒号 接下来的话,用一个scanner 宣告一个scanner物件 然后呢,我们用system.in 的方式读进来 这前面用很多 读进来之后呢 好,这个地方 它 就会 让user去 使用者去输入 那输入之后呢 我们用integer 把它转成int 后面加一个value 就是转换 它进来的词呢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字串 一个字圆 一个字圆 跟着一样 一个字串 因为它可能会输入 1,2 可能输入两个以上的 那个字圆 所以是一个字串 那进来之后的话,我就把它转换成为一个size 也是记得是一个int 把它转换过来 接下来的话呢 就产生什么呢 为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产生的方式 原则上 就是这样的方式 或者指定 我们指定值 那这边 因为 我们是要产生一个空间 假如说我今天输入16 那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个16的空间 其实 我前面讲过了 阵列它的原理 就是一个变数 可以切割 也就是切割成16等份的意思 然后让 这些资料呢 可以储存 就是所谓的阵列 阵列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产生 乱数 产生乱 那产生乱数的方式 一样的 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 0到 小于size 这个应该没问题 i++ 条件 接下来呢 我们原则上还是要判断是否重复 判断是否重复前面讲过 一样嘛 只是说我这个flog 你可以放在区域里面 或者放在上面也可以 那预设值的话flog 我是在这边建立一个booling 但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这一行其实没有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它预设值就是false 预设值就是false 或者你可以把这一行写在这里 flog等于false 也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数字 从1到 999 1到99 写作的方式 前面也用 也讲过 那 怎么判断呢 当然第一次 不用判断 因为不等于0的时候 才去做判断的动作 那这个地方我讲过 就是说跟前面一样 去做 读进来的 等于是第一次不用判断 再来的话呢 分别就跟其他的比对 那其他比对的方式 就是追 跟其他的值比对 如果说有相等的话呢 那就true true的话呢 就是再回到 这地方有没有 再回到哪里呢 回到这里 do 再继续 产生一个乱数 并且 就再比较看看 那比较看看 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 做什么动作呢 做排序 第四个就是 用什么arrays sort 的方式做排序 那arrays sort 特别注意哦 你要用这个arrays的 这个 类别 一定要先做 一定要做imput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imput 这一行如果你忘记的话呢 那你的 这个 就会产生错误 比如说我这地方 把它 假设我忘了imput的话 有没有这边就会产生 猫猫虫 好 这边把它 离着掉 scanner 这这边要imput两个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做一个sort 做一个排序 那这排序的方式 直接把阵列的名称 给他就可以了 arrays sort 的方法 这个非常的好用 排序的话 用这个就可以 那最后呢 我用一个 宣告int 一个k k等于0 到 这个什么呢 小于 这个size 并且加加 然后把结果呢 输出 输出的方式 特别注意就是说 给他一个k 词 中间呢 用什么 当成分隔 用一个t 就是tab 一个t 然后把它print出去 就是我们的结果 这里的话呢 我把结果 来直接执行看一下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一样 在这边输入16个个数 Enter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由小 到大 而且不会重复 由小到大不会重复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产生的 除了说这个我顺便补充了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他到底运行多少秒 要怎么做呢 在头在尾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结果 好 试试看 好 把画面还给各位 你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要计算他的时间 你可以在 读进来之后呢 这边设一个 我就是叫l1 l1 或者叫l 也可以啦 你可以给他一个乱数的名 一个变数的名称 然后取得什么呢 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那这边有个说明 他是个long 是一个long 所以呢我们宣告成long 另外的话呢 他这边有个说明 这个说明里面呢 他 有提到就是 某一些 这个作业系统 Operation System 可能 会比 因为我们翻译成毫秒 可是呢实际上 有一些作业系统 因为它是跨平台 它可以在Windows 可以在Linus 可以在Mac上面 可能会有 时间不一样 你可能同一个程式 在Windows跟Linus 它的结果不一样 比如说我run出来结果 好像 数字不太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 我取得这个值之后 丢给什么 l1 接下来我要 在哪边 去做计算呢 在这边先给Enter System.Oper Operation 先换行 因为把那个地方换行之后的话 接下来 再 输出什么呢 耗时 冒号 加上什么呢 System 就是现在的时间 剪掉刚刚的时间 这应该没问题 就是现在的时间 剪掉 刚刚的时间 加上毫秒 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 执行 假设我今天跑一个多少呢 跑一个数字比较多一点 跑100元 Enter 就会出现 5919 如果是毫秒的话 毫秒理论上应该是千分之一 可是千分之一 再除不要5.9秒 不对啊 所以这个数字呢 应该会更小 所以他刚刚的解释说 某一些作业系统 至于正确的多少秒 恐怕要再换算 再换算 也许这个地方 可能这个可能要查一下 可能他再除以多少 除以他可能 再除1000吧 就是千分之一千 或者 万分之一千有可能 假设我今天100 1000好了 好让他输出 输出就跑1000 不会跑这么久吧 因为到999 所以你把 打1000的话 结果 如果你打999 可以吗 可以 全部 不难 而且 3毫秒就跑完了 3毫秒 因为他只是一直比对嘛 那如果比对没有就换下一个 没有就换下一个 没有 因为现在的CPU实在太快了 你根本不用去担心说 他会delay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要让这个程式跑久一点 你可以做一个方式 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 再加一个9 再加一个9 99999 然后呢 这边 99000 好 条件的话 我就输出 大一点好了 99999 这样会不会跑太久 这样 对还是很快啊 好那再一次 直接给他 99999 好这就有点delay了 有点久了 因为他 一直在跑 一直在比较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 顺便啦 顺便了解一下 他的跑的方式 然后在这里加上一个 时间 不要跑啊 然后去计算说你这个程式到底 效率怎么样 因为其实最后我们 在撰写程式 尤其很复杂的程式 一定要 知道他怎么写会比较好 而且 写作的方式有很多种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说 array sort 很简单 对不对 你也可以去试试看用所谓的气泡排序法 气泡排序法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我 大概说一下 这边 有没有坏 他的逻辑很简单 他逻辑就是说 我今天 我今天 追小鱼 我今天去比较 比如说我今天 这个值有没有 好几个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跟下一个比 跟他比 如果说 我比 应该是由 小到大 也就是如果今天呢 我这个是5好了 这个是3 这是6 那我如果跟他比不用搬 可是我跟 他比的时候呢 我比他还要大 所以我应该在下面 那气泡排序法的原理就是说呢 我另外再多一个什么呢 空间 这个可以是T 或者叫做Temp也可以 TMP也可以 那我就直接先把什么呢 这个值 丢过来 保存 他现在是5 再把这个值怎么样呢 丢到哪里呢 丢上来 把它盖过去 那现在这个不就等于3了 对不对 那这个5的话怎么办呢 再搬到这边来 这边就是5了 这个就是 所谓的气泡排序法 也就是说我 搬家 用搬家 搬家的话 一定必须给他一个暂存的 变数 那这个暂存的变数呢 就是增加一个T 或者叫做Temp 或者叫TMP都可以 把 如果我比对的结果 需要搬的话呢 那就把 大的搬到这边来 然后呢 再把 比较大的 因为我要由 小到 大 那就把大的 先搬到这边来 小的搬上去 再把它怎么样呢 大的再搬过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 气泡排序法的方式 前面大概有提到过 比较 那这边的话 我想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利用气泡排序法来排 好 那当然呢 还有一种方式 因为这边题目里面 并没有讲到说 要做那个 比 就是说呢 就是说那个 重复的问题 那如果说今天呢 你实在是最后程式 写到最后呢 没办法排出来的话 就是这一段有问题 建议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一段不要写 这一段不要写 先把程式写出来 比较重要 好那这里的话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 除了说在这个 程式里面加上时间 耗时时间之外 那试着用所谓的气泡排序法 排看看 气泡排序法 把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 气泡排序法的部分 我们用那个除错模式来看 会比较清楚 那把重点稍微再 注解写上去 首先呢 气泡排序的方式 我们设 I等于零 然后呢 第一次不用排序 所以这个条件就是说 当追小于I 也就是第一次的话 一定不会小于 如果是零零 那就不需要排序 那 再来就是当那个 前面的比后面的大 也就是 它在上面 可是却比较大 那就要重新排序 排序的方式就是说 把大的值丢给TEMP 再把小的移到大的 再把TEMP移到小的位置上面去 就我刚刚讲的那种方式 比如说上面的 比较大嘛 他就丢个TEMP 丢个TEMP之后的话 他再把它过来 他再把 其实就搬家啦 应该叫做 气泡排序法 也可以叫做 搬家排序法好了 那你大概就比较清楚了 那搬完之后 最后把它归零 归零之后再重新再排 有可能 这个地方后面的 也需要再重排 那如果说 加加的话呢 就继续再往后面 做 做比较 比较完毕之后 就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值的部分呢 我大概 比如说今天 这个后面的部分 看一下 这个 假设我今天 这里面的值 多一点的话 这个 像这边 就有几个数值 比如说我今天 产生一个新的 0的部分 那0的话呢 当然这个地方 就要重新排序 排序的方式 进到里面来 比如说进到这里面来 那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里面的值 这个950 现在是 这个值 如果说 他比他 这两个比较 现在这个值是多少 检释一下 950 那后面这个呢 Shift 980 那两个 这个条件应该没有成立 所以就跳开来 那再来的话呢 产生一个 0 第四个 空的 再来 再重新载 后面这个有没有 这个后面的比较小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要做排序 他这边是649 那649的话 进来之后 好 那就是 他的比较方式就是 我先把这个值 先把它丢给TEMP 进来 比较之后的话呢 然后再把这个INT 这个值 现在这个值是 已经排了 已经排了 丢到前面 那现在还是不对啊 他这个值还是要在比对 有没有 所以还在往前 往前 所以他还在挪 在挪 一直往前挪就对了 那挪到最后呢 他这个值呢 就会 搬到他应该放的位置 好这个 所以这个回圈的部分呢 只是在做搬家的动作 两个比较之下 比较往上 比里 又往上 又往上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气泡排序法的方式 可以帮我们把 最后的结果 也可以把它排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除了说array source之外 还有所谓的这个 气泡排序法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